我因為答義的事情就做到 原住民相信這個大頭目 對不對 相信這個大頭目 我說我2000年了 好可惜 我那時候鼓勵原住民要多生孩子 我說生一個孩子我都有補助的 你記不記得 但是很可惜你們生的太少了 你們生的多我早就當總統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為 不是為我宋楚瑜要當選 我覺得要對得起原住民 清党總統參選人 13號前往新北市南京部落參訪 受到當地居民熱烈歡迎 宋楚瑜自許是原住民大頭目 並以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首歌和當地居民合唱 不過這番言論 有學者認為不恰當 老人家或者是其老會很客氣 會封他一個名字 勇士等等 我想這些是拉近距離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老是跑到那邊說 我是你們的大頭目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的 因為畢竟如果講起來的話 是應該是民族跟民族的關係 兩個是平等的 宋楚瑜擔任省長時期 親自走訪部落 跟原住民建立身後友誼 幾次總統選舉 宋楚瑜原鄉地區選票相當高 而他這次前往南京部落就說 如果原住民多生孩子 宋楚瑜早就當選總統 學者認為這是把原住民當作選票計算 宋楚瑜言論引發爭議 但南京部落居民力挺宋楚瑜 表示他的說法只是單純鼓勵族人 不需要有過多聯想 原住民本來就應該多生孩子 這樣我們才可以傳承我們的文化 那他只是希望 希望我們在這個族群裡面多生一點 當然票也會多一點 不要多做的多做遐想 我覺得是他要鼓勵 本來就是兄弟越多越好 像我生兩個我覺得太少 越多越好 宋楚瑜參訪部落和居民拉近關係 但這番言論是否失言還是開開玩笑 選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記者綜合報導